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另一位当事人 他并不是别人 正是陈都林的前任男友汪熹潮 此前 这对高颜值情侣曾传出恋情见光死以分道扬镳 其料 只是虚晃一枪 狗仔爆料称 原来二人并未分手意或者以光速和好 从八卦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来看 陈都林与汪熹潮相处自然 感情稳定 据拍摄狗仔透露 当晚陈都林在助理的陪同下乘车献身郊区某知名饭店 二人步履匆匆静止步入二楼包厢 相众 只见他身穿一件白色半套羽绒服搭宽松阔腿裤 头戴一顶铜色细余服帽 一贯仙气清纯的穿搭 颜值与身材皆在线 据悉 他刚拍完金庸武侠新剧 饰演逢恒 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日常聚餐 但不一会儿 一位高大帅气的男子也紧跟着陈都林的步伐来到该家餐厅 尽管画面中男子口罩遮面 戴着眼镜未能露出真容 但眼尖的狗仔迅速认出此人正是汪西潮 一身全黑look风打扮的他抵达饭店门口后 与女友电话联系 对比昔日陈都林与男友汪西潮约会的画面来看 今次狗仔拍到的二人确实是他们本尊 尤其是男方佩戴口罩的神情及黑色价况眼镜根本如出一辙 确认无误 结合八卦媒体拍到的时间线 陈都林与大三岁汪西潮英系深情并编布诗海棠红长月静明 交往一年了 据资料显示 1993年生人的陈都林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校期间就有南航校花的称号 空灵仙气美女一枚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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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2013年 都顺势出道演艺圈 入行七年以来 陈都林虽说作品不断 但反响平平 亦如他的感情生活 相传于南新影证拍拖恋爱的陈都林 于2022年5月 被狗仔拍到于南新汪西潮牵手回家的画面 从而曝光这段恋情 可惜 同年双十一光棍节那天 陈都林却暗示自己恢复单身状态 就连于震都跑来留言称 见光死的爱情不牢靠 不要也罢 怎料粉丝于震都被骗了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